草耳文 草耳文在去年大方坦承自己是雙性戀 也曾與女生交往過 不料後續卻爆出她早在30歲以前 最近與一名男子秘密結婚 對象同為台南人 兩人則是在歌唱比賽中認識到彼此的 所要更傳出兩人目前已經分居了 對此草耳文經接受訪問時 澄清自己還沒有結婚 更直呼自己配偶爛都沒有人過 隨後也提到自己當時莫名其妙被傳出密婚 看到新聞時想說這什麼啦 做專輯已經很痛苦了 而對於自己與南方的關係 他表示兩人是認識不過沒有在一起 新聞一出來對方也有聯絡自己 直呼表示那是誰寫的 你自己發的嗎 害自己對他相當不好意思 最後他也說到去年發生這些事情 心裡造成不少影響 也怕家人們會擔心 而現在自己也忙於工作 直呼真的沒有時間談戀愛 除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